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爷,这怎么说? 我看着爷爷的表情 他进入晚年之后一直都深沉内敛 从不肯对我多说什么 但是此刻 他说的必然不会有半个字的虚假 你不知道 你出生那晚 我看到了什么? 我出生的时候 街上的七奶奶 还有外面帮忙的爹 都被先后被狂雷震昏了 只有爷爷是唯一的目睹者 当时屋子的屋顶 被劈出一个大窟窿 七奶奶和爹昏厥过去 爷爷顶着风雨一步都不退 只想着真家的孩子能够平安降生 但就在爷爷全力坚持的时候 接着漫天雷光 他看到狂风和大雨之中 一条树长的影子 在崩雷闪电之间 急速穿过屋顶窟窿 刷得落了下来 我就觉得 那好像是一条龙 爷爷微微眯着眼睛 回想当时的一幕 这种经历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梦幻一般的奇迹 是绝不会淡忘的 时隔多年 依然是尽以忧心 一条龙一般的影子 落入陈家之后 屋子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哭泣之声 中国人对龙 也只有一种信仰和崇尚的 爷爷当时惊讶又隐隐兴奋 他觉得 陈家子孙 难道会是一条龙脱生转世的吗 但是 就在爷爷的心里念头还没转完 随即 又看到风雷之中 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 在房顶上不断匍匐 时不时透过屋顶 朝窟窿下面张望着 显然在等待徘徊什么 到那条龙影钻进屋子的同时 浑身是血的人 也毫不犹豫地一头栽了下去 那道影子血迹斑驳 带着一股狂风和大雨 都掩盖不住的冲天愤怒 爷爷被轻呆了 唯恐出生的我 会受什么伤害 松开房子的窗户 就想冲进去 我打开窗户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 那个女人脸上挂着笑容 我知道 爷爷说那个女人 就是我娘了 娘没有其他产服分娩式的 痛苦和紧张 反而是满心满足的笑容 爷也推开窗户的同时 那条带血的身影 正巧妙地化为一股流光 一下子冲到娘肚子里 半空一刀炸雷骤然响起 震耳欲聋 等雷光过去 第二个婴儿已经咕咕坠地了 爷爷当时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然而第二个婴儿刚一落地的时候 一边哭着一边伸出手 想掐我的脖子 一直到这时 爷爷才终于明白 娘托着不肯分娩 就是等这个夜晚 等两个水火不容的仇家 一起投生到陈家 当时我看着你 睁着黑眼睛 不哭也不闹 那孩子掐你 你也不理 就是透过窗户 眼巴巴地望着我 爷爷伸手摸着我的头说 我知道 你这孩子 不是一般人 但仍是陈家的骨肉 可能是我智能又无助的目光 深深触动了爷爷 从那一刻起 他就下定决心 就算搭上这条老命 要好好地保住我 后面的事情 你知道 天晴和生育的老瞎子 带人来小盘河 爷爷说 那个掐你的孩子 从出生就怨气冲天 我想着 你们一起长大的 必然争斗不断 都是陈家的骨肉 我不忍心下手 恰好他们来了 我有意让他们 把你兄弟带走了 我恍然大悟 爷爷护独子 如果正常情况之下 两个孩子 普普通通 那么 爷肯定要拼命地去护着 他敢拼命地画 仅凭圣语虾子那帮人 根本不是涅槃画道的对手 但是 因为我们从出生 就是冤家对头 爷爷只能忍痛割舍一个 那女人 不能留 圣语虾子他们 掳走那个孩子 就剩下我 爷爷拿我当命根子看 他怕娘之后 会有什么阴谋花招 所以不久之后 他动手杀了她 那一战过程 没必要深究 总之爷爷用涅槃画道 杀了娘 没能彻底杀了那个人 爷爷摇头说 涅槃画道 只是赶走了他 他没死 涅槃画道 已经是爷爷的极箭了 他清清楚楚地看到 一缕烟 从娘的尸体中 流云一般飘飞而去 没有余力再追赶 那人没死 但肯定被涅槃画道重创了 从那时开始 就再未出现过 爷爷的讲述 还有塞花头 当时貌似给我透露的信息 以及中间经历的 种种一切 都让我意识到 我和龙之间 有紧密的关系 很可能是我的前世 就是那条多次出现的龙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和推测 然而我身上 怎么会有羽王的气息呢 一个不凡的人 转世重生 就算相貌发生变化 但身上的印记和气息 将带着前生的痕迹的 灵灵 顺火吃油酿的人 都喊我紫心 大雨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事情说完 爷爷一生的秘密 可能全部交代了 清清楚楚了 爷爷伤重 我尽管难过 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的欣慰 自私是人的本性 爷爷或许是自私的 只为陈家的子孙着想 但是他是个好人 水鸭子 有的事情 天注定 不是我能做的事情 硬要去做 会使得其反呢 爷爷谈着气 语气中 同样带着伤感和欣慰 你长大了 自己去飞吧 自然天宫就在前面 护大河 安藏生 墨天青从那边走过来 重新扶着爷爷 匆忙忙雪漏中离开了 我心里不舍 跟了一段又一段 天前后后二三十里地 爷爷几次催促 我再迫不得已停下脚步 站在原地 看着爷爷的背影 从雪地中越走越远 绕过一道山脚 最终不见了 就在这时 苍凉的巡河调子 隐隐传来 爷爷 还有其他无数欺门人 唱了一辈子的巡河调子 在远离大河滩的昆仑深山中响起 湖大河 安藏生 我和老年把原路返回 重新走到和爷爷相遇的地方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自然天空的路线一直是极密的 除了自然道的始祖 陈四龙 别的人是不可能知道 大老鼠被爷爷扫清杀掉 之后的路非常顺利 小桃码显示的路线已经所胜无几 无疑证明 传说中这飘渺的自然天空 已经是近在眼前了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 把剩下这段路全部走完 桃码身上的路线到了尽头 在来世路上 我曾经不止一次幻想过 自然天空是什么样子 会在什么地方 我想 它可能隐藏在一片 千万年不曾发现的群山之中 也可能被隐藏到 惊年不化的挨挨白雪之下 但是走到路线尽头的时候 我眼前依然是漫无边际的山 这里好像整片昆仑山脉 最高耸也是最雄浑的地方 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一座山峰 峰顶上被云层覆盖着 哎呀 这小马居啊 这天空在啥地方啊 俺咋瞅不见呢 老年把张头望了一眼 除了山和云 什么都没有 身在路线终点 连老年把都急了 焦急地询问着 已经到了这里 小桃马不再显示具体路线 老年把一问 他直接从我身上 呼地跳了出来 在挨挨白雪中 蹦达蹦达往前猛窜着 小桃马往前走 我们在后面跟着 这里地势险要 没有明显的路 无尽齐驱 花了大半天时间 我们看到一团 山峰围起的巨大山坳 从山口进去 一眼看见山坳正中 耸立着一座 让我感觉无法形容的 雄风 它像是被刀劈 附着过一般 封闭陷窍 这里的雪峰顶部 被云层覆盖着 这座雄风是也不例外的 但是它好像群峰中最高的一座 宛如山海的正中心 四周的寒风 全部被群商阻挡在外面 山坳里的湖泊已经解冻了 缭绕水汽在上方阴晕着 阳光透过水汽 扑洒下一片五彩的光 让这里看上去 循环飘渺 像一座 传说中的神山一般 小桃马跳进山口 不断地来回蹦跶着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我心里已经很清楚 这里 是路线真正的终点 是自然天宫所在 我们跟着小桃马 在山后里前行着 一直走到 熊山的山脚这下时 小桃马抬头往上看去 我也随着仰头 熊山直入云霄 风顶全都是后密 又缓缓流动的云 自然天宫 就在风顶 只是被流云遮盖了 只要爬到 这座熊山的最高处 一定能看到 这传说中的自然天宫了 我心中一阵愁愁和喜悦 却又紧张 浑身疲惫和风尘 也随之消失了 奔波一路 终于找到自然天宫 付出的一切 所得的回报是值得的 我和老年吧 不知疲倦 为了这个熊浑山风 整整走了一圈 满头大汗 却越走越精神 那个 俺问个事啊 老年吧 突然眨巴眨巴眼睛 指着大山 就说 咱们 咋爬上去啊 我心中一个机灵 从兴奋和喜悦中 惊醒过来 这座熊风的山壁 就好像刀子披过一样 直挺挺的光滑 风壁 甚至像镜子一样 折射寒光 冰晶凌凌 摸一下就划不了手 我试着从山脚一处朝上爬 最多爬上去三米高 是在没有立足和接力地方 站在山脚往上看着 我突然觉得 除了会飞的鸟 没有人能够直接从山壁一直爬到峰顶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小马居啊 不幸福有人的啊 告诉我 咋上去啊 小桃马一刻不闲的 仨欢似的带着我们 又跑到熊山贝阳的一面 他不停蹦跋着 就好像一个远行的游子 回到故乡 仔细想想 的确是这样的 他当年伴随玄黄祖鸟远赴大河 已经几千年没有回归自然天宫了 小马不停 老年吧追问很久 他身上才显现出一个字来 等 老年吧看看小桃马身上的字 又看看我 就说 这小马居 让咱们等着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到谁 Drew dire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